主席 主席,我們經濟部張部長,還有各位委員同仁,各位媒體朋友,還有我們蔡主委 那是不是先請張部長答詢 有請張部長 也蔡主委一起來 有請蔡主委 在這次所謂的停工,不是停建,這個決策裡面是你們主導的嗎? 我有參與 你們有參與?是被告知的嗎? 不是被告知 我有提出建議 你建議這樣子做是嗎? 我也可以說是這樣 你可以說這樣建議這樣做 那我請問蔡主委 蔡主委,剛才部長講,說乾式的儲存 說這個安全要引進國外的標準,說國外有這個情形,這要說服民眾 那我請問你,為什麼美國在2012年的聯邦上訴法院會判定美國的核能管制委員會 對於核電廠的核廢料的儲存屬於評估它風險 要求NRC重新訂定核廢料的儲存規範 那如果像張部長講這個樣子,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 我想這個問題,去年就跟委員解釋過 這個是在聯邦法院的一個判例 那這個判例並不是說乾脆儲存也好,或者說廠內的濕室的,就是燃料池的儲存 是有風險,或者是有安全的顧慮 你這邊嚇死了 對,而是因為它那個所謂的Waste Confidence的那個Statement 它沒有經過一個所謂的EIS的程序 所以它是一個程序不足的一個情況 所以法院的判定是要求它把程序補足 對,可是NRC,美國的核能管制文會 因此就停掉了19個 對不對 美國的核電廠,申請中的核電廠 要求Renew的,要求延續的 是沒錯,是暫停 然後選址的全部都停了 暫停 對不對,到現在都停 它要等那個程序補足 就是EIS的這個程序補足 所謂的違反這個Waste Confidence 就是因為它缺於評估它可能潛在的風險 不管是干涉也好,失事也好 出生在電廠裡面對周遭環境的破壞嘛 對不對 是這樣的情形嘛 所以說聯邦法院才這樣子判 然後8月的去年 2012年的6月聯邦法院這樣子判 然後8月的時候NRC 它依照判決才停掉嘛 是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事實 這就是 講的理由就是乾脆 不是說因為危險 而是因為它沒有 沒有按照它那個EIS的這個程序 我請問一下主委 我覺得你真的不稱職 本來我們還說 核能委員會能夠保存 你這樣子完全不稱職 怎麼講呢 你根本不稱職 你有去看它的法院判決的判決書嗎 有啊 判決書裡面講得清清楚楚 對周遭的環境、周遭的人民 構成嚴重的有危害 我還是跟委員講 我看了判決書 判決書講的 他會提這個 提告的 提告的人的理由 因為他除了非要 除了在電廠裡面 他會提提告的人理由 提NRC的理由 然後最後做一些說明 對不對 就這個意思 但是委員講的是 提告的人的理由 但是那個不是 不是法 不是法官 他的結論 法官的判決 你看了沒有 法官判決就認為說 把乾絲也好 濕絲也好 儲存在電廠裡面 對於周遭的環境 周遭的生命安全 構成嚴重的破壞 當然是一定有風險啊 就跟核能電廠也一樣 就是有風險 所以才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所以他是說 因為有這樣子 所以這個環境影響評估 要完成程序 我從此認定你 不夠資格做 我們核能安全管制委員會的主委 你請下去 部長 我請教你 我們現在停工 等於 說不等於停建 為什麼不公投一次解決 我們真的就是不負責任 拖時間的這個做法 而且會讓國家損失更重大 更大 我想請問你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 有這個停工封存的經驗 美國有 菲律賓也有 美國這個停工什麼原因 WASFA什麼原因 因為有反對 因為什麼反對 因為資金還有這個不足的地方 還有一些問題 胡扯八道 你這個又是胡扯八道 他停工是因為 他們的電力嚴重的充裕 田育安計劃 他水力發電 他嚴重的充裕 他電太便宜了 他成本不負 他不需要建 然後 他停工的時候 是在1988年停工 那個時候他完工的百分之多少 你知道嗎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 用電減少理由停工的 他在2007年8月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決定要復工 原定要2015年完工 他要多少錢你知道嗎 他是後來重新再啟動花多少錢 就是把他的二號主機 二號機 完成 完成 大概是二十多億美金吧 二十多億美金 對 結果後來現在多少錢你知道嗎 我的資訊就到這裡 你的資訊就到這裡 你的資訊到這裡 那你就不夠資格做經濟部長 連我們現在網路上隨便一查 我們都可以看到 現在2012年 他的這個 4月5號的時候 他通過 他現在至少45億美金 他而且還延期 他的因為 2012年2月的時候 他計畫嚴重落後 預算嚴重不足 他還延期 光是一個二號機 才發電多少 才發電是118萬千瓦而已 他要延期 而且經費要追加到45億美金 45億美金 45億美金等於是多少 等於1350億台幣 那我們幾個 我們和市場幾個主機 你現在這種封存 說等於是停工 國外有什麼經驗可以做 你可以學到的 有多少經費 你可以算出來 對不對 你連經費 你都講說只有20億美金 20億美金 那是到2015年初就要完工 可是現在根本嚴重的工期落後 他現在追加到45億美金 所以你都算不準 這種情形 我們是認為 像剛才講到 當前面的委員提到說 某個教授提到說 拆除要三倍的這個經費 那不一定正確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全世界本席以前在立法院 我們經濟委員會做成主決議 然後你們也虛應事故 反正在這邊 你們面對我們立法委員 你們都有N個理由 可以說答覆 都可以強詞 這個奪理的答覆 可是到了總統上面一交代下來 管理是封存也好 停工或不等於停建也好 你們都 氣得不敢坑一聲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你們哪有專業在影響政策啊 真的 國民黨政府 真的政策就是這樣子搞渣的 老百姓就是這樣子 對國民黨執政沒有信心的 就這樣情形 就這樣情形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至少他現在 光是一號主機完工了八十 他恢復要八年的時間 我們一號機已經完成了 其實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在做安檢的工作 所以並不是沒有完工 對 二號機還沒有完工 好 二號機完成了九十一 你曉得封存一年他的折舊 一年的維持要多少錢經費 如果說你還是要啟用的話 初估的話大概要每部機大概要一二十億 一二十億美金還是台幣啊 一二十億是台幣 台幣 一二十億台幣 每年還要每年維持 所以說我就說 你們現在就是為了規避一個任列損失 台電財政的問題 可是你們沒有考慮另外一個情形 就是美國有Millain火力發電廠 核能電廠 還有另外一個Zimmer 核能電廠 完工了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八十七之後 因為嚴重的安全問題 他的廠能設備裡面 其他的可以共用都可以共用 只是發電機組換掉而已 發電機組換掉就可以了 你說附近沒有什麼 這個可以蓋這個 接收站 接收站 天然氣接收站 你曉得我們蘇澳港 一年 他的營運 跟他原來預期的營運差多少嗎 蘇澳港的營運 狀況不是很好 我了解 非常不好 對 那個地方就可以蓋接收港 為什麼不行 他閒置在那個地方 做個小軍港 然後軍港這邊 停了幾條船在那個地方 大部分是閒置的 所以國家根本你們就沒有專業用心在認真在思考國家的問題 上面一個政策下來 反正你們做多久無所謂 等到政策完成了或是政策改變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們早就不在這個位置上了 因為以過去部長來講 大概就一年多的這個時間嘛 你做已經算久的了 就是這個樣的情形 所以我們看到 像剛才蔡主委還在講 什麼叫Waste Confidence 人家到現在人家核安會 訂出什麼規範來了 你們有什麼依據呢 對不對 人家當幹事的儲存 儲存在店裡面 儲存在電廠裡面 就是覺得不安全 對周遭環境 周遭的生命 造成嚴重的威脅 所以說才停掉嘛 所以你部長講說要引進國外的這個經驗 人家都已經聯邦上訴法院 都已經判定它 這個違法了我們引進什麼技術出來 我是覺得 面對這個問題就一次解決 一次解決還不會拖時間 還不會讓國家做更大的損失 現在政策的決定就是這個要用公投來處理嘛 那你就找一點公投啊 對 所以公投什麼時候決定的時候 我們並不知道 所以在公投之前 我們必須要對核四的這個系統要做一個處理 對不對 你現在所謂的停工 停工不等於停建 這個就是規避一個解約 規避一個任列損失的問題 只是小規模的解約 然後任列損失 怕影響台電的財政 你從樣你可以把它變化啊 對不對 ZIMO電廠的經驗 MITLAN電廠經驗 都是核電廠沒有放燃料放之前 它改成氣電工程廠 改成這個火力發電廠 那不是成功的嗎 如果要改建的話 要新的投資啊 現在我們是講這套設備的財產 新的投資比你們現在所講的核市場 如果說將來讓下一代子孫來決定 那以美國WATSPA這個電廠的這個經驗來講的話 它光是啟用 就要花八年十年的這個時間 要花1300億 我們1350億 我們只會比它更貴 不會比它更便宜 對不對 那你這個經費怎麼算的 那你既然又講說有用電的缺口 那你為什麼不在這方面做仔細的規劃 現在你們在這方面就失職嘛 現在就在這方面失職嘛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我們在基層 國民黨政府為什麼執政民怨這麼深 你們應該負最主要的責任